28歲女人前年在黃大仙參與非法集結 在冠塘裁判法院被判入獄4個月 案情指任職受課員被告陳子晴 前年10月6日 在黃大仙東頭村永東樓外參與非法集結 沒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 使用蒙面物品 即是一個耳掛式口罩 早前被裁定違反禁蒙面法 及非法集結兩項罪名成立 辯方求情指被告因為好奇 而在案發現場出現 事後深感後悔 裁判官判刑時說 被告曾掘磚和將垃圾放在馬路 是目無法紀行為擾亂秩序 換被告非法集結罪監禁4個月 另外一位被告當時戴口罩及鴨舌帽 令執法人員難以辨認 就違反禁蒙面法判囚1個月 兩項刑期同期執行